太阳系有八大行星,除了地球是一颗智慧生命星球之外,目前还没有在其他的行星上发现任何地外生命的存在,虽然人类还没有在太阳系发现地外生命,但对于太阳系各行星的研究却丝毫没有放松。 八大行星中除了火星,最受科学家关注的应该是木星,木星是太阳系的一颗气态质行星,它的体积比其他气大行星加起来还要大很多,绝对的巨无霸行星,质量大代表着它的引力也非常大,因此木星的卫星也是非常多的。 太阳系除了这些稳定的行星之外,还有一条不太稳定的小行星吧,这里有着数不清的小行星,以及一些远时碎片,时不时就会有小行星或陨石脱离轨道,向其他行星撞来。 对于一颗没有生命的星球来说,被撞上也没事,可是对于地球来说,要是被小行星撞击,那可能就是灭顶之灾。 6500万年,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造成了恐龙的灭绝,同时也对地球带来了一次生物大灭绝,好在这样的小行量撞击事件。 地球很少发生,除了地球的运气好之外,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前方有着木星这颗超大的气态行星,它强大的引力可以吸引小行星,一旦有小行星经过木星的时候, 都会被它的引足欠以色列,让地球幸免于难。 想在宇宙中见过一次小行星撞击事件可不见荣誉的是,太远的深空我们也无法观测到,即使勉强可以观测到,但效果也不会让人们震撼。 不过1994年,太阳系却发生了一件大事,相信不少的天文爱好者都知道。 1993年的3月24日,美国的天文学家尤锦和卡罗林苏梅克夫妇及天文爱好者大外列威,在天文台进行观测时,发现有一颗彗星的轨道极其诡异,由于这是他们发现的第九颗彗星。 因此,命名为苏梅克列为九号彗星,简称SL-9。 经过仔细计算,他们发现,这颗彗星早在1992年的7月8日,被木星恐怖的引力,辞成了21个碎片,形成了一个长达500公里的太空列车。 在1994年7月16日,他将撞向木星,这场是无潜力的巨大宇宙灾难,让人们顿时揪起了心,好的科学家通过观测分析,确定撞击后的碎片不会撞向地球。 这样人们才放了信,但同时也让无数的天文爱好者激动起来,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小行星撞击事件,而且又是发生在离地球不算太远的木星。 通过普通的天文望远镜,就可以观测这场壮观的景象,于是到了1994年7月18日这一天,全世界的望远镜都对准了木星,一场鬼天灭地的恐怖宇宙灾难即将上演,SL-9的21个碎片中,已经碎片的体积最大,所造成的破坏力也最恐怖。 7月18月7时32分,这一碎片以21万公里的时速置入木星。 它在木星的大气层上,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疤痕,其直径甚至超过了地球。 这次撞击,释放的能量相当于6万亿吨TNT炸药的当量,相当于全世界所有格武器储备总和的750倍。 最终,这次会木星撞一共持续了140多个小时,释放的总能量相当于40万亿吨TNT,或者说,约等于在木星表面增下了20亿颗原子弹。 这场撞击让人们认识到了小行星撞击的威力,同时也感到庆幸,幸好前方有木星给挡着,否则这颗小行星有很大的概率会向地球撞来。 地球将再次迎来一次生物大灭绝,人类应该感到地球是多么的幸运,也明白宇宙并不是一片祥和,随着都有可能会发生宇宙灾难。 而地球能在46亿年的岁月里,一直活下来,最后诞生了人类文明,这不得不说地球太幸运了,太阳系有了巨大的木星,才有了地球安全稳定的生存环境。 如果没有木星或者木星也是和地球差不多的行星,那地球能否像现在这样生存到现在还真不好说? 有可能地球经常会遭遇小行星的撞击,根本不会给地球文明诞生的时间。 虽然地球前方有木星这个带个子顶着,地球为小行星撞击的概率小了很多,但也并不能保证未来地球就一定安全。 要想真正摆脱小行星撞击的一话,只有不断发展科技,有了可以摧毁小行星的能力,就可以不怕小行星撞击了,到时候小行星向地球撞来,在它还在太空的时候,就可以将它摧毁。 除了研究出摧毁小行星的技术之外,还要加大宇宙的探索,寻找是人类居住的第二地球,有了更多可供选择的居住行星。 一旦地球遭遇不可战胜的灾难的时候,人类也可以移民到其他的星球上,只有将宇宙当作家,我们才不怕任何的宇宙灾难。 小伙伴们,你们对此有何看法?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讨论,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